关于生孩子,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,为什么有的人被孕好几年都怀不上,有的人却一碰就终?难道真的有抑郁体质? 其实,除了身体源以外,受孕时间也很重要,许多人都知道在排晚期同房受孕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。 如果月经时间比较准,那么排晚日就在下次,月经来超前的14天左右,排晚日的前4天和后5天。 包括排晚日在内争执为排卵期,但这种推转方法并非每个人都需要,如果你的身体产生了下面这些变化,那就说明进入排卵期了,被孕夫妻要把握住。 一,基础体温上升,女性在排卵后,基础体温会略有上升,但仅通过自我感受可能察觉,被孕女性可每天清晨记录下自己的基础体温,以此来准确计算排卵期。 一,二,分泌物增加。 悉心的女性会发现,每个月总有几天分泌物大量增加,并且没有气味。 六年愁,像鸡蛋清一样,使得一路处于潮湿滑流状态,这种情况通常会持续二到三天,也是每个月女性最容易受孕的时间。 三,下腹出现阵障感。 这种感觉并非每个女性都有,只有部分女性才会出现,排卵期时会感到下腹有不明原因的阵障感,同时伴随一侧下腹被雷发痛,因为痛感比较轻微,不少人都当作是消化不良而不略了。 四,少量出血。 排卵期出了分泌物增多外,有时还会伴随少量出血,称之为排卵期出血,正是因为排卵期体内刺激素水平下降,导致子宫内摩托洛所致,排卵期出血量少于精气出血,一般持续数小时,可能会伴随腰部不不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